人类对生命的探索从未停止 技术让探索不断创造奇迹 当对染色体上30亿剪基实现精准测序 现代医学让疾病无所遁形 科技驱动发展的今天 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 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新技术 已然从单纯的概念演变成为引领行业变革的大脑 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信息化浪潮 更是推动了营销模式、管理方式、经营思维的变革 中国医院的经营与管理 在经历了以院系调整为契机的第一次大范围变革 和以规模扩张为特点的第二次高速发展后 已迎来了信息化建设、助理医院为核心的第三次行业大戏牌 全新技术革命的大幕已经码开 你或主动或被动但都无可避免地参与其中 医改的大环境下 新型信息化技术已然成为解决中国医疗服务需求的关键手段 智慧医疗作为医疗信息化的重要研究方向 融合了物联网、云计算与大数据处理技术 以医疗云数据为核心 通过建立智能远程防护平台 实现医疗服务最优化的医疗体系 在推动世界医疗卫生事业持续发展的同时 也日益深刻影响着我国医疗卫生服务模式的发展和变革 正值2018年国际临床工程日庆祝大会到来之际 临床工程正以崭新的姿态 向世界宣布它自信而骄傲的存在 中国医疗设备杂志社携手多部门机构 共同打造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慧医疗 助力分级诊疗政策落地 同时从全方位多角度阐述未来临床工程的发展趋势和变革方向 让互联网家更好地服务于百姓 智慧医疗为生命的未来提供更多可能 本届大会将聚焦新医改 把握医疗行业发展动向 共同探讨智慧医疗的建设与发展 天府之城荣耀花开 共化医疗致领未来 未来